我们来看到 其实台北市长的 这个年底的选战 备受关注 因为现在可能会出现 撒卡都 先前民调稳定领先的蒋万安 似乎是被陈时中给超车了吗 所以我们要请教一下 这个高嘉宇委员 如果说陈时中的支持度这么高 那绿营为什么不赶快推他出马呢 还是说陈时中还在等待 小英总统关爱的眼神吗 他说的那道曙光 到现在还没有水到渠成吗 因为台北市长选举 还有一段时间嘛 那民进党如果现在都还没有 推出确定的人选 陈时中民调就已经这个 可以超越蒋万安 那就代表说 其实台北市长的民调 对民进党来讲 目前来看 台面上的人物 其实还有很多的选项 那陈时中如果正式宣布的话 民调可能还会更高 所以到时候其实对民进党来讲 现在确定的对手 大概已经是蒋万安 这个是没有问题 所以民进党也不急于 这时候推出一个候选人 那看起来现在大家当然觉得 陈时中呼声很高 但是民进党里面可能人才济济 所以也不一定要随着疫情的发展 来看说到底谁来这个参选 或是陈时中在哪个位置最适合 所以我觉得这时候宣布或是提名 其实对民进党或对陈时中 都不一定是好事 所以我觉得民进党现在的策略 就是选对会当然会看各个选区的状况 例如说比较确定连任的像台南等等 就是已经高雄等等就已经确定提名 那这些不是民进党现任的这些选区或直辖市 那当然我们就有很多的选项可以来去做选择 甚至来跟主要就是国民党的对手来做一个竞争 那国民党的人选大概也在这些县市里面都很确定 所以我觉得民进党当然就是有更多 可以去做民调或是做因应的地方 所以这时候我觉得大家也不用替民进党操心 因为对民进党来讲 这些按照选战的节奏跟策略 一切都是有规划的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再见 再见